歡迎收看臺灣新聞 總統創一問連三十天的民主共犯共營紀錄 頭一陣來到美國紐約 救保在飯店外面去臺灣和美國的國旗立地來歡迎 總統晚上出席狗言 本次的狗言規模是很大 在麥卡頓的電梯開六十桌 現場超過七百人到達 總統表示大家都是臺灣在海外最重要的狗牛 現在臺灣需要大家做會打拼 希望在美國有更多朋友 讓臺灣有更多支持 總統也要用萬能裔、國裔和客裔 跟大家來問候 現場最多的歡樂 民主共犯共用紀錄二十九核卡頂 經過十四點鐘總統創一問 總算是九頭一站紐約 交保他們剛才說在飯店外面來給歡迎 晚上幾個半六十桌的狗言 歡迎總統 還有交保是開五點鐘的車庭 專程來看總統一邊 蔡總統在理事的時候 一場台東南劇情的發聲說 秀英我愛你 也讓蔡總統開心的回應說 很久沒看到了大家氣息又很好 就說紐約很冷 不過你的劇情 現在感覺說紐約一點就不會感到 臺灣越來越受到世界主 中華民國臺灣在全球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 這三年來臺灣的防疫表現在 國際上獲得許多關注和肯定 相信大家在海外都有所感受 因為全民團結防疫 我們不只守護國人的健康 在新業努力的時候 我們會嚴望著許多國家 能讓臺灣遇到困難的時候 許多國家也幫助臺灣 民主夥伴攜手合作 創造了散活的循環 還借見到楊上拉州鳳凰城設廠 不只支持臺灣的經貿合作展現 更是代表臺灣科技 全世界越來越關注臺灣 你越來越需要臺灣 世界正走進臺灣 臺灣也正走向世界 專技校紐約 主美代表蕭美琴和 心雄臨IT主席羅申伯格 來到紀念歡迎副總統 但不是蕭美琴也出席交易 蕭美琴這個項台帝水是表時 請贏行第一次贏到 主美代表的身份 歡迎副總統貴近美國 這個影響是受益所有交曝 因為說臺灣今天是和美國合同當中 剛才說辛苦的外交另外一方 另外應該就是所有交曝 來到處進去出力 讓臺灣在美國更有尊嚴 也讓臺灣和美國的關係 越來越快 歡迎文總統以後 我們今天的腳步 當年就國家 我們掌聲掌 去看國際有更大的空間 今天真的非常榮幸 能夠第一次以駐美代表的身份 來歡迎我們蔡英文總統 過近美國 我覺得這個榮幸應該是屬於我們所有的僑胞 因為臺灣近年來 在跟美國關係互動的過程當中 除了我們非常辛苦的外交人員以外 應該就是我們每一位 Taiwanese American 我們所有的僑胞 來搭這個橋樑 出錢出力 讓臺灣在美國 能夠更有尊嚴 讓臺美關係能夠更緊密 今天要去問蔡英文總統 也向大家說明 臺灣這些國際的地位 是越來越重要 向他表現也受到均勁 全世界也越來越關注到臺灣 世界嚇到臺灣 臺灣也嚇到全世界 在這裡是 全世界各項紐紐紐紐紐紐紐 太楓噶 4